長榮航空一名外籍機師 在五月出勤前 酒測值超過零點二 當事人是要求重新檢測 連測了八次之後 酒測值是零 就照常執勤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就痛批 長榮航空為了營運跟收益 犧牲飛安 長榮則聲明說 強調這個機師起飛前 酒測值是零才會放行 但是連測多次 沒有完全遵照標準的作業程序 已經進行內部檢討 民洋局則表示 對於長榮進行超過 兩次以上的酒測 會依據民航法要求立即改善 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揭露 長榮航空一名外籍機師 在五月六號 直飛紐約飛往安克拉至貨機 報道後驗出酒測值超過零點二 當事人要求再次執行酒測 連測八次之後 在起飛前 最終酒測值為零 外籍機師說 自己依照公司規定 沒有在執行前十二小時內飲酒 不過十四小時前有喝酒 機師工會痛批 依照長榮航空內部標準 作業流程 機師職飛前 如果第一次酒測值大於零 需在十五分鐘內 接受第二次酒測 如果還是超標 就要立刻停止 直飛任務 還要內部開會 釐清減出原因 長榮航空為了一個營運 或者是營收的 這樣的一個影響 居然用讓這樣一個外籍機師 車的打酒測 高達重複車了八次 然後取得酒測值零 那讓他進行這樣的一個航班 對於機師工會痛批 罔顧飛安 長榮航空回應 事發之後已經約談相關當事人 釐清責任 檢討作業流程 針對這名機師第一次酒測值 不是零檢出 公司當時也計畫 召開人評會討論 懲處 不過當事人在人評會召開前 自請離職 長榮強調機師沒有酒駕 但多次酒測未依照標準作業流程 會進行內部檢討 前國際航空機師指出 國內各家航空公司機師報到後 都會進行酒測 標準都是直飛前零檢出 但絕對不可能容許多次檢測 報到前先會在櫃台 做個檢疫的酒測 如果說他對酒精有反應的話 我們必須用這個更進一步先進的儀器 只要是被測出來一點點 哪怕是一丁點 你馬上就會被停止 當趟的任務 而且之後會受到非常非常嚴格的懲罰 前機師指出 過去在業界確實有外國級機師 薪資福利較好的狀況 但是對於攸關非案的酒測 都是一視同仁 沒聽說過有差別待遇 對於這一起多次執行酒測的個案 民航局也發布聲明 重申酒駕零容忍 對於常駐航空外站人員 未依照公司程序 進行超過兩次以上的酒測 及後續處置 將依據民航法要求立即改善 記者學零建台報導